大家听得到吗 我现在再测试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软件 大家听得到吗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啊 因为今天晚上八点 我们网课准时开始啊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的网课内容 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GoMarkets的小学生Alan 非常高兴呢 在这样一个秋风涩涩的晚上 跟大家再次相聚于此啊 今天呢 是一个比较敏感特别的日期 稍等我这边有点情况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啊 非常高兴啊 在这样一个秋风涩涩的晚上 跟大家再次相聚此处啊 今天呢 是一个比较敏感特别的日期 我们今天呢 不谈是非功过 只聊时事财经 啊 因为公司法务的要求呢 所以开头之处 对吧 还是老调重弹的风险提示 啊 今天晚上的内容呢 呃 也是一般性的建议 呃 然后大家呢 仅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这个呢 就还是关于我们客户资金安全的一个保证 今天呢 是第二堂 是我个人的一个第二堂的网课啊 实际上第一堂网课的时候呢 呃 我对第一期的内容 网课的内容呢 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但是呢 心里没有底的地方呢 就是不确定自己的风格特点 跟表达方式 是不是可以被大家接受 啊 在网课之后呢 我也有陆续跟不同的朋友进行沟通交流 对吧 从朋友们的回馈来说呢 效果还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跟厚爱啊 呃 上周的时候呢 跟一位来自PERS的朋友交流时 他说他有订阅澳大利亚一家提供股票投资咨询 呃 就是提供股票投资咨询公司的服务 那去年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呢 有写一篇对于澳大利亚银行股的提示文章啊 就是提示大家对吧 银行股的一个担忧 那这位朋友呢 也就是表示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也确实说 确实呢 也有收到这一份报告 对吧 只是呢 当时正好是 呃 鲜花锦簇时 烈火朋友 烈火烹油时啊 所以呢 这篇报告呢 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所以他个人的银行股在路场时间上 对吧 可能就没有把握的那么好 呃 其实像这位朋友讲到的这个情况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少见 在上周正好有一位朋友讲说 对吧 有没有什么书可以介绍 然后用来学习一下呢 说到这里 对吧 正好可以推荐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作家 对吧 然后就是这位老兄了 就是这个塔勒布 他的名字叫塔勒布 可能大家对他本人呢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但是呢 多亏了咱们网络 网文的普及宣传 大家一定听说过黑天鹅这个词啊 那塔勒布呢 就是这个塔勒布呢 就是被称为黑天鹅之父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四部比较重要的著作 对吧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找来看一下 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 应该会有别有动天的收获啊 这张图呢 这张图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张图 是塔勒布在他非对称风险 这本书当中写到 绝大当绝大多数的风险呢 只有在其破坏力 被大家看到的时候 才会出现在分析当中 是吧 对于这句话呢 可能有人会讲说 这不就是后知后觉吗 是吧 那我想说的是 如果真的就是可以简单 用一个后知后觉 对吧 这么样一个词来做一个判断的话呢 那塔勒布 就是塔勒布这位老兄 可能就不会获得牛津大学 在伦敦商学院 对吧 他们的特联邀请 他们的特联邀请来专门去开设 讲风险的这个课了 对吧 那其实呢 就是像这张图 我有在我2月28号的朋友圈里边 有分享 当时的时候 对吧 ASX200的价位 还是在6800点 刚刚这个 刚刚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 然后问这个 FMG啊 FMG呢 我之后会稍微 就是再跟大家沟通一下 好不好 因为今天网课的一个结构呢 基本上还是就是前45分钟 我来讲 后15分钟呢 就是然后大家来提问 这样的一个互动环节 请这位朋友呢 就是稍作等待 好吧 然后我等在 就是我大概讲完的内容之后呢 我会做一个 专门在做一个FMG的一个看法的 一个一个表述 就是在 在过去的两周 跟朋友就是 沟通交流当中啊 我发现大家关注的产品 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那我本人的 就是在网课 对吧 或者是直播 或者以后就是我参与的 一些公司的节目当中 我本人呢 也将会力求内容的一个多元化 对吧 我争取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 那也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对吧 为大家进行一个持续的 一个干货的一个输出 今天的网课 主要的内容呢 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A股 接下来呢 我们会谈一下澳股 第三部分呢 会是一个美股 最后一部分呢 会讲一下仓位的管理 跟两个技术指标 哎 我这边有一位朋友 然后反应听不到声音呢 歪歪歪 请问现在可以听到吗 我这边的电脑显示是可以的 哎 好好 那现在好 那我继续啊 呃 在上周啊 在上周 然后参 我参加的一个直播当中啊 因为有朋友反应讲说 对吧 直播的时候 广 这个广告啊 就是稍微多了一点 实际上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直播呢 是跟平台合作的 所以呢 一切服从命令 对吧 但是因为客户的这个反应呢 我今天 对吧 今天我Alan 也是豁出去了 今天晚上的这个网课内容呢 将会是一个绿色的无广告 无宣传的一个版本的网课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哎 这个呢 就是我 我实际上就是第一次网课的时候 我表达的这个三个观点呢 对吧 呃 可能呢 就是上周上次网课的时候呢 我本人表达的没有特别的清楚 对吧 所以我今天呢 在这里呢 就再一次然后放出来一次 那这里呢 我也有讲 有将这个时间 时间轴 对吧 时间范围 然后放在这里 那这个时间轴呢 就是一到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就是2020 2021 跟2022 好吧 然后再有就是呢 我需要强调一次 对吧 然后我实际上第一次网课的时候 我也有着重的去做一个强调 黄金呢 我本人呢 是极度看好的 对吧 但是呢 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呢 是一个通缩的市场环境 所以呢 黄金短期之内的波动呢 可能会比较大 对吧 那 一千七 这个 对吧 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格关口 在过去的两周当中 我们看到 对吧 这个金价一直在围绕这个价格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啊 对吧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说 如果这个金价没有办法 对吧 没有就是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突破之前的高位 一七六五这个价格的话呢 下边的两个关键一点的价位 我们可能就要去看 一六八零跟一六五零左右了 那我从现在呢 就是看到的这个数据来看了 对吧 现在出现了这个资金扎堆黄金的这个现象 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讲说的叫crowded trade 那翻译过来呢 就是说 拥挤的一个交易啊 那两周之前呢 我跟一位就是比较资深 对吧 然后有多天投资经验的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是这位朋友呢 有讲到说 当大家都觉得是机会的时候 对吧 这个机会呢 可能性 这个机会是机会的可能性 其实是在降低的 那对于这个观点呢 我是双手赞成的 对吧 那我们应该有听说过 当我们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对吧 都有听到人们 对吧 菜市场的人们在谈论股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减仓或者是离场了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投资指标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黄金呢 出现了一个 对吧 大家比较扎堆看好 对吧 或者大家一个集体做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种时候呢 短期来说 我说短期来说 黄金呢 存在一个下调的可能性的 对吧 那说完黄金呢 那因为这个三大观点当中 对吧 第三个观点是这个澳币兑美元吧 那因为过去的两周呢 对吧 澳元的这个走势比较猛烈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澳元 因为美国国内对吧 然后出现了这个争端的冲突 然后美国经济环境呢 变得更加的糟糕 对吧 所以现在的市场预期 市场存在一个预期是说 美联储呢 在接下来将会加大市场的支持力度 对吧 然后再加上呢 实际上是从大概三月开始 对吧 美联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世界其他的一些央行 其他国家的一些央行 在进行一个货币互换的一个操作 就是美联储提供美元 对吧 我就假设跟澳联储吧 签订了这个货币互换的一个协议 美联储给澳联储美元 澳联储呢 跟给美联储澳币 然后因为这个操作呢 从从而降低了市场上美元荒的这个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市场上美元荒的这个问题 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那因为大家对美联储存在这样一个预期 对吧 因为美联储进行的这个货币互换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美元最近出现了走软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我的观点是呢 即使现在美国问题重重 对吧 但是二大爷还是那个二大爷 正所谓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啊 美国现在依旧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货币 美国依旧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元呢 依旧是这个世界上应用最广的结算货币 对吧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我依旧是维持自己看空澳元的观点 美元现在在我看来啊 实际上是有些被超卖了出现了被过度卖出的一个情况 今天晚上9点45分啊 将会有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声明 对吧 下周四的凌晨 美联储的政策声明 对吧 作为关注外汇市场的朋友 可能需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两个消息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 上次网课呢 我我有讲到说 对吧 然后作为投资者呢 我们需要关注两会 对吧 那现在两会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跟解读出 对我们投资了投资者来说特别重要的信息呢 那我这边呢 对吧 我这边呢 就是做了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解读 我个人的一个解读 对吧 然后跟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呢 本次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特别简洁的 大概呢 有一万字左右的一个篇幅 对吧 在将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报告拿出来读了几遍之后啊 我总结出对吧 对我们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信息 我个人的一个概括呢 就是一进一出 这个一进呢 就是首次将新基建写录了政府工作报告 对吧 然后在外资可能因为人民币汇率对吧 而对A股望而却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经济放缓 而且蛋糕没有办法越做越大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的A股对吧 现在的A股当中其实好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多的 那因为不是特别多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茅台对吧 茅台越涨大家越买 大家越买造成了茅台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 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 在我个人来看 实际上对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悲观的 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大家可以把A股当中比较热门的几个板块 对吧 把几个比较热门的几个板块的个股拉出来 大家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走势 我做过一个功课对吧 我做一个功课之后 我看到的是这些个股他们的行情啊 可以说是一个过山车的行情 那这种现象就是在我看来是如何解读呢 我个人觉得是 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的选择并不是很多 对吧 所以呢 各路资金在进行一个进进出出 来回翻炒的一个操作 对吧 那 那刚刚讲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两会 把新基建写进了政府的工作报告 对吧 那在新基建的这个概念跟政策底下 我们A股 我们参与A股的朋友啊 可以多关注一下5G相关的一个板块 那我个人呢 现在也有在盯 对吧 也有在盯这个这个几个相关的一个股票 那说到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 就是这个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数据 是沙特的一家咨询公司 针对A股市场做的一个调研报告啊 对吧 实际上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这个这个这家咨询公司呢 是比较比较推荐对吧 然后医疗医疗行业 养老健康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跟大数据 那现在A股当中呢 这几个板块的A股确实也是不错的 对吧 那我们还是看回这个 看回这个一进一出 对吧 说完了这个一进之后呢 我再来说这个一出 这个一出呢 就是更加敏感了 那就是呢 首次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政府近些年来以来 首次将这个和平统一啊 移走了 也没有再次提及跟强调这个九二共识啊 对吧 从2016年我们的最高领导人首次将防毒 就是防止台毒对吧 改成促进统一之后 2020年的2020年的今天对吧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态度呢 实际上是非常明显了 这件事情呢 对于A股跟港股的投资者而言 是尤为重要的 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都不能被称之为黑天鹅了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他可能会 他发生的概率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呢 他可以就是 他不能再被称为黑天鹅了 他应该被称为灰犀牛事件 对吧 那对于在澳大利亚的我们来说 参与A股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A50的指数 对吧 我们公司A50的指数是没有苍吸的 我这里再宣传一下 因为上期节目之后呢 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香港恒生的问题 那所以今天呢 在此呢 就是讲完A股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港股的问题 对吧 那 那因为呢 大国博弈对抗将会是大的一个时代背景 对吧 在中美双方相继爆发贸易战科技战之后 对吧 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不排除 对吧 那么就不排除中美双方发动全面金龙战的可能啊 那如果金龙战全面爆发 那主战场会是在哪里呢 纽约 伦敦 香港 对吧 现在这三大全球金龙中心将会是重要的三大战场 而在这三者当中呢 香港更是中国的一个前线阵地啊 对吧 也因为这样 香港恒生的一个走势呢 不仅非常的重要 我们呢 还可以将其 将香港恒生的这个走势 用来当作国际资本 对于中国信心的一项重要指标 对吧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是香港恒生指数的一个周线图啊 从这个图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8年的年初 香港恒生在33,200点左右见顶之后啊 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当中 在这个K线图当中呢 除了下跌通道 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中间的这样一条虚线呢 实际上这条虚线对吧 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线跟一个支撑线来的 还是比较有用的 那现在呢 香港恒生正是在碰触这条阻力线 对吧 那因为牵扯到这个政治的因素 对吧 所以在我看来 传统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方法 对于香港恒生来说 对吧 对于港股来说 这个传统的估值方法 可能还是会继续无效的 因为对于香港恒生来说呢 不论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 对吧 香港恒生可能都应该在一个下跌的趋势 对吧 再说的更悲观一点 可能还需要再跌呀 对吧 但是现在呢 让看空人士最头痛 最头痛 感到就是说是 我们不能轻易冲进去做空的原因 就是神出鬼没的国家队呀 就是中国的一个国家队 我们都讲国字号嘛 国字号的一个资金 对吧 那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统计来的 数据呢 是截止到2019年的12月 从这个表格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在全球最大的一个自主财富基金当中 来自中国的基金 有三家 对吧 这三家呢 说实话 就是我们国家队的 对吧 一股势力来的 我们如果冲进去做空港股 对吧 或者做空恒生股指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比较小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讲完A股跟港股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澳股 说到澳大利亚股市呢 就烙不开银行股 跟那个矿业股啊 对吧 因为银行股跟矿业股除去 除去因为市值特别大之外呢 说实话 矿业股跟银行股 就是澳大利亚 整个国家一个 国家命运的写实啊 咱们的一句话 讲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咱们脚下的 哎 又听不到声音了吗 歪歪歪 歪 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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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听到 谢谢 刚刚说这个 对吧 澳大利亚靠山吃山 对吧 靠水吃水啊 咱们脚下的这块澳大利亚的土地 对吧 实际上老天爷呢 对我们是非常厚爱的 我们脚底下这块土地 有矿 有矿 什么都有 对吧 有铁 有铜 有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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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澳大利亚而言呢 矿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国家的骨骼跟肌肉 对吧 银行 金融呢 就像是血液一样 那因为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会专门讲这个澳币的一个走势啊 对吧 我会专门拿出这个矿业股这件事情来来说 所以呢 今天在这里呢 就先不对这个矿业股做一个过多的一个叙述跟强调 那我们作为这个澳股的投资者 对吧 我们会非常的关心 在解禁之后 对吧 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会不会快速恢复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 以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来说 对吧 从澳大利亚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来说 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恢复速度 可能不取决于澳大利亚自己本身的 说的更坦白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恢复情况 很大程度上 可能还是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还是被动的 那今天呢 我看到一份报告 一份新闻报道说 因为森林大火跟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 对吧 澳大利亚29年经济无衰退的记录 陈锋做股了 陈锋做股了 终结了 对吧 为了支持经济 对吧 澳大利亚政府呢 将会推出一个房屋装修的补贴政策 那通过这个政策呢 来帮助房地产产业链上的这些从业者 这些建筑工人 对吧 或者是这些装修工人 那至于这项政策的具体细节呢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会计师的朋友 那现在呢 可能是大家做一下 对吧 做一下自己的房产的一个装修 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啊 对吧 那我们的网课 不仅有观点 不仅有看法 还可以看新闻 还可以听故事 对吧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这个银行跟那个矿业 对吧 除去银行跟那个矿业之外呢 对我们华人而言 最熟悉的 可能就是跟中国市场紧密相关的奶粉股了 对吧 在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 在澳大利亚 无论你是卖铁的 还是你是卖铜的 哪怕你是卖尿布的 对吧 你是卖奶粉的 只要中国市场有需要 你的生意就可以做得风生水起 对吧 所以说呢 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对吧 澳大利亚找不到一个让中澳关系变差的理由 所以说 对吧 中澳关系 现在之所以不好 是政治问题导致的 那这个呢 对吧 那可能 对吧 就是完全是另外 想去思考这个问题 可能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了 对吧 那这里呢 是澳洲200的一个走势图 到今天为止 对吧 澳洲200 已经在接近 6000左右的一个关口了 今天呢 我也是刚刚听说 对吧 公司的一位小朋友 成功抄底了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对这个名称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那实际上呢 这个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呢 就是要将两个价格走势图 放在一起 对吧 让大家做一下这个对比啊 大家可以看到走势呢 是非常一个牛的一个 一个牛式的一个走势啊 对吧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两个价格 是什么的一个价格 哎 走得太快了 我们往下看 对 刚刚的这两个图 对吧 左边呢 是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右边呢 是我们澳洲奶妈 A2公司的股价 A2公司的股价 这里是A2公司的股价 我们讲说 确认过眼神 对吧 才知道你是对的了呢 那在这里呢 我们确认过走势之后 才发现 原来A2 对吧 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人民的 纳斯达克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啊 除去个别的先股之外 对吧 澳大利亚当中最大的一个造富神话之一 就是发生在奶粉企业 那提到这个A2呢 我个人的感情啊 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跟公司的另外一位同事 我们两个人在2015年的时候 以0.8的价格 就是八毛钱的价格 买路过A2 在1块2的时候 就选择卖掉了 因为拿了很短的时间 就实现了一个 50%左右的一个盈利啊 所以呢 当时一度产生了自己距离股神 越来越近的幻觉啊 他等现在对吧 再回来看这个A2的走势 哭的心都有了 对吧 所以就说 我也一直跟就是朋友说 赚大钱啊 除了眼光准之外 有时候还真是得靠拿得住 对吧 我们伟人讲说 对吧 我们的伟人讲过这样一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吧 那我这里想说的是呢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对吧 那五年当中呢 不管是A2的20多倍 还是这个Babs的5倍 对吧 都是传奇一般的存在啊 那贝拉美呢 更是相当的可以的 从一家家族企业的贴牌作坊 对吧 到ASX成功上市 从成功上市 带到把自己卖身给豪门 对吧 这是一个完美的白手起家的 立志的故事啊 每次谈到这样的故事呢 我们都会想到运气这样的因素 对吧 那说到运气 我们又做何解释呢 那只能就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 我们总说时事造英雄嘛 对吧 我们讲说 如果站在风口 二师兄 也可以飞 对吧 那在过去的五年 五年当中 对于澳大利亚乃粉股而言 什么是大的一个时代背景呢 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对吧 那食品安全这样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社会问题呢 更是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向外看 对吧 向外去寻找这个食品 去寻找这个孩子的食品 对吧 那我们讲说 最近的这个中澳关系的一个走势 对中澳企业 对澳洲的一个企业 形成了一定的销售压力 那是不是说 中国的这个市场就不需要 澳大利亚的奶粉跟红酒了呢 不是的 中国市场 勒然强大 勒然非常强大 对吧 而且我们讲说 再穷不能穷孩子 再苦不能苦老婆 对吧 能省的永远是自己兴趣爱好的花销 不能省的永远是孩子的奶粉 跟太太的红酒 对吧 在接下来的 这个这个一个预期当中 对吧 中国市场对于澳洲的奶粉跟红酒 我觉得需求肯定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至于说 接下来的五年 会不会像过去的五年这样 对吧 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 而让澳洲的奶粉跟红酒 发生一个从零到一 这样一个巨大的飞跃呢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了 所以说对吧 对于奶粉股跟红酒 TWE的对吧 持仓者来说 或者是投资者来说 我个人的观点是 公司呢 能来是非常不错的公司 产品也是非常好的产品 但就公司本身而言呢 这两家公司的股票 股票的白马属性啊 是有所下降的 那A2呢 依旧值得我们做一个配置 但是呢 可能需要我们降低一下 对吧 这个股票 在我们整个股票配置当中的份额了 对吧 那如果说我资金有限 我想在A2跟红酒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我会怎么样 那我的观点是 我会先把太太的红酒放一放 对吧 先选择小宝宝的奶粉 好 这是A2的一个股价 这里标了一个0.8 这个是当年对吧 然后一波操作 一波自以为是的操作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哎 接下来就是美股了 对吧 美股接下来会走出一个新高啊 我个人觉得会 就是以美国道琼斯为例 对吧 我觉得会突破三万 那甚至呢 都有可能三万五 对吧 而且美股的表现 大概率也将会继续跑赢其他的市场 这是我的观点跟看法 那至于说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冲进去做多美国的股指了呢 我我的个人建议 不是啊 我们可能不能这么操作 因为我个人还在等 还在等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回调 对吧 还在等美国的第二只脚 这个样子 那关于美股的新高的依据啊 其实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有多好 而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是很差 对吧 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有备常理啊 对吧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 就是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妨呢 换一个角度跟思路 对吧 那作为资本来说 资本在乎跟唯一在乎的就是收益率 对吧 那央行印出了这么多的钱 并且打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对吧 那因为经济不好 因为实业的实业对吧 实体经济的这个非常的萧条 那实业的这个回报率呢 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呢 大量的资金并不会流露到实体经济当中 所以说呢 资本大概率还是会在金融市场 这样一个虚拟的经济当中 继续通过这个炒作 来推高股价 对吧 来完成一个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从目前来看 各大央行还在源源不断的注水啊 对吧 他们的预期 可能是说 我注水 对吧 我降低资金的成本 资金就会流露到实体经济当中 对吧 我觉得不会 那你觉得央行的这帮人 他们不知道不会吗 我觉得他们知道的 哎 刚刚这边这位朋友又讲说没有声音了 歪歪歪 歪 歪 哦 我这边有朋友讲说是可以的 这位听不到声音的朋友可以再调一下 对吧 然后刚刚说了 因为这个实体经济不行 对吧 因为这个央行 因为这个央行的注水 对吧 然后股市 会为这个股市创造新高提供了动能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 美国 美联储 对吧 然后 欧洲央行 还有一个中国的央行 对吧 然后日本央行 他们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从这个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从2019年的实际上年尾开始 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 尤其是美联储 做了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扩表的行为 也就是说将美联储将大量的一个流动性注入到了市场的当中 对吧 对吧 因为这个我们都讲说对吧 经济呢 经济的基本面实际上是股市的一个基本盘 这句话是没错的 但是呢 这句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 经济是股市的基本盘没有没有错 但是呢 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股市的一个走势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 那这么多的钱印出来会去哪里呢 说实话就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去 股市 债市 还有会市 对吧 那我们看回这个股市 看我们先说这个会市吧 因为欧洲跟日本 对吧 现在的会市都已经是负利率了 你说像这些资金 他如果想要这个回报率 美国的国债市场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相信还会是资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吧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了 美国资产的一个属性 对吧 美国的资产是一个自带光环的一个资产 从2009年开始 对吧 这样的一个牛市 美国的纳斯达克 对吧 在本轮大跌之前呢 美国的纳斯达克增长达到7.5倍 美国标普增长4.5倍 还拥有最高评级机构的评级 对吧 我们看过来 大家去看 都是3A级 对吧 都是什么买路级别 那因为他们呢 因为这个评级 对吧 在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相信美股肯定也会是 可能啊 可能也会是 这些海外养老金 选择股票配置的一个重要配置 就是美股 就是美股 对吧 截止到美股昨天的一个收盘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已经回到了大跌之前的一个高点 V型反转 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演绎啊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讲到美股的一个因素呢 这里不得不说 2020年的最大政治事件 就是美国的大选呢 对吧 因为主张对美国 美国富人加税的 社会主义者桑德斯 伯尼桑德斯的出局 其实呢 对于美股而言 最大的不确定性 已经消除了 那无论是特朗普连任 还是拜登当选 对吧 对于股市而言 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利空因素啊 但是呢 我相信 可能美股 走强的这个啊 可能还是要等到 美国的大选之后 对吧 那现在对美国美股来说 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在我看来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特朗普在看到 选情落后的时候 我怕特朗普会有什么 过激的行为啊 对吧 大统领总是那么深不见底 总是那么难以预测啊 对吧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哎 这个呢 就是截止目前为止 CNN的一篇报道 跟一个做的民调的一个数据啊 从2019年以来 这个拜登啊 就没有在民调上落后过特朗普啊 在上 在 在上一个 五月之前的每次民调之前 都领先 现在总统的挑战者啊 还是1976年 1976年参加选举的吉米卡特啊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吉米卡特 是对吧 竞选成功了 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说实话 说实话 在 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前 特朗普的这个迎面是非常大的 从2016年上台以后 对吧 除了一直在推动美墨边境修墙之外呢 还有进行中 中东战略的一个收缩 更关键的呢 特朗普推动了 实施 实施了一个美国公司企业的一个减税 对吧 在一月之前 美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 对吧 但是美国的失业率是处于一个历史低位的 股市呢 也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 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我相信 实际上是很出色了 但是呢 新冠疫情是一场考试 原本应该是绝对优等生的美国 表现很糟糕啊 疫情呢 又是一个放大镜 对吧 彻底的将特朗普个性当中 形势张扬跋扈 那这样一个个性呢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作为美国总统 除了应对失当 对吧 反应缓慢 口无遮拦之外 疫情期间 特朗普还跟对吧 各个州的州长 进行了唇枪舌箭的一个 一个口水战 各种对吧 各种打炮 打嘴炮 那还有呢 就是跟各路媒体 更是冲突不断呢 对吧 那可能有朋友讲说 那如果拜登当选总统的话 那会不会对中美关系 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好转呢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地步 对吧 根本的原因 实际上 实际上在我看来 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发生了变化 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美国压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是不会变的 唯一有变化的呢 可能就只会是说 这个操作手段上会有区别 对吧 就像我Alan 我非常欣赏一位女孩子 对吧 我假设 我终于觉得有一天 这个时机比较成熟了 我去跟人家表白 对吧 女孩子呢 是有两种回答的 第一种呢 就是Alan 你给我滚 这是第一种回答 第二种呢 就是Alan 你是一个好人 对吧 那实际上对Alan来说 两个结果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啊 对吧 都是拒绝吧 只是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市场的行情啊 这个呢 这个数据呢 就是美国一家知名券商的一个数据 红色的呢 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股价 绿色的呢 是散户买入航空股的一个数量 在巴菲特展仓航空股之后 对吧 我们美国的散户们选择了冲路抄底航空股啊 看来大家呢 对吧 可能这个散户对吧 大家还是有 说实话 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共同点啊 接下来再往下看 接下来看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两个数据 一个是呢 是来自谷歌对于衰退 对吧 跟针对这个病毒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统计报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昨天美股关闭之后 CNN对于市场参与者做的一个恐慌贪婪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指数呢 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贪婪的一个级别啊 对吧 在这种时候呢 我的观点还是说 大家可能需要谨慎多过于偏激 多过于激进 对吧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太开心 忘乎所以了一点的 所以我的时间呢 并没有管理的特别好 我这边加快节奏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看朋友有这个需要 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对吧 这个仓位管理呢 仓位管理跟这个交易信号 第一个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呢 我们最好利用不同的账户 将股票跟外汇股指黄金这样的一个交易呢 做一个分开 也就是说 我用一号账户来进行一个股票的一个操作 二号账户呢 来进行一个外汇股指或者黄金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样分 这样分开的操作的好处跟目的呢 就是分散风险 以免大家因为一种商品的极端行情 而影响到我们整个账户的一个资金安全 对吧 第二个呢 跟大家就是想说的就是 如果大家交易外汇股指期货的话呢 在这个保证金比例 也就是margin level的 margin level控制的时候呢 最好是在一个800%到1200%的范围 对吧 对于股票的一个保证金比例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 大家最好维持在150%到300%这样的一个区间 就可能是比较安全比较合适的 对吧 那两个交易的指标呢 一个呢 就是移动平均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金分割 这两个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跟常用的交易指标 对吧 那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展示一下 跟大家简 简单展示一下 那这个呢 大家进这个对吧 进这个这里 进这个交易指标这里 选择这个均线 对吧 然后我只要往这边一拖 它就有了 那在数据的 在这个 这个参数这里的设置的时候呢 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50 这个数据呢 可以设置为50 可以设置为150 可以设置为200 还有250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网络大咖分析师 推荐的 一个850 一个850 这个数值呢 这个数值呢 就是850 一个设置 对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个50 150 200 250 跟850 之间呢 200的这个均线呢 大家呢 可以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 因为专业人士呢 常常用这个200日均线 作为一个判断牛市跟熊市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呢 然后这里就是我继续选择这样一个插路 这里黄金分割 我这边选择黄金分割对吧 黄金分割应用的就是从高点 对吧 往下 往下拉 往下拉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产品是欧元对美元 对吧 我这样上边这条线 就是打到最高点 下边这条线呢 就是打到一个最低点 对吧 黄金分割呢 就是时间越久 黄金分割呢 就是这中间的这些这些线 它的阻力跟支撑就会越强力 对吧 因为我现在拉的这个呢 大概是从2007年2008年开始的 一直到现在 对吧 一直到2016年的一个低点 所以说在本轮行情当中 大家看到的这些线所标的这些价格 这些支撑线跟阻力线是比较强力的 对吧 那黄金分割呢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像我这种中长期的一些投资者 比较适合中长期的 如果进行一个短期的操作呢 它的作用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力 对吧 那我最后啊 我再加快一点 最后呢 我这边做一个结尾 其实呢 不论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 还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 第一季度呢 这个行情确实太动荡了 太动荡了 在经历了这种历史行情之后呢 无论结果还是 无论结果是盈利 对吧 还是我们发生了一定的亏损 希望大家呢 可以总结一下经验 总结一下教训 在接下来的一年到三年的时间呢 我们很可能将会再次面对历史级别的行情啊 在这样一个风险跟机遇并存的环境之下 对吧 希望我们成为新轮历史见证者的同时 对吧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成为这个行情的受益者 对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投资交易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有什么关于有什么样子的疑问 跟就是跟想法 想跟我讨论 对吧 我随时奉陪 我非常欢迎大家前来跟我讨论 对吧 这边是我 我看到的一句话 我在这里分享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对吧 除了音乐跟艺术之外 对吧 无论是谈经济还是谈政治 谈历史还是谈时事 甚至体育 对吧 我都是略知一二的 欢迎大家 欢迎跟大家分享 对吧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 我稍微赶了一下 现在呢 欢迎大家进行一个提问 欢迎大家进行提问 我这边呢 尽快还是做一个15分钟的一个回答 刚刚呢 因为我第一个看到的 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 问这个FMG啊 FMG的一个走势 说实话 现在呢 就是因为我打算把这块内容 放到下期谈澳币的时候 着重来说的 那因为这个朋友提问到吧 对吧 我这边简单说两句 现在呢 确实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 我个人呢 如果我个人选择的话 我个人是不会选择继续追涨的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仓位 对吧 我的建议是 大家可以关掉一半的仓位 让另外一半 对吧 继续跑一下 继续跑一下 如果说有风吹草动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对吧 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半 然后也 也选择指引 指引 或者是在一个更好的位置 一个止损 对吧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如果FMG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个人在考虑做空的 我个人是在考虑做空的 好 这边呢 我看到有朋友问这个银行股啊 那银行股的话 我实际上第一期节目当中 我也有说 对吧 我也有说 我个人就是说 银行股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对吧 我的个人建议说 有的 有持仓股 有银行股的朋友 不需要 对吧 不需要去割肉 对吧 那从这波反弹当中 因为大家对银行 对吧 存在这样的一个压力 存在这样的一个顾虑 对吧 那银行股呢 这波反弹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比较疲软一点 这波反弹呢 这波反弹 是主要是由矿业股带动的 对吧 银行股的反弹呢 是稍微 稍微这波疲软了一点 但是确实也有上升 确实也有上升 对吧 那我的建议还是大家不需要冲入去做空 对吧 大家不需要割肉 只是大家在配置的时候 大家对吧 如果说是在追追求这个股息的时候 大家减少一点银行股的 减少一点银行股的这样一个配置就好了 对吧 那这位朋友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问到 银行股还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对吧 这个空间说实话 确实太难量化了 确实太难量化了 但是现在对于一个已经反弹到六千点的 对吧 六千点的这个澳洲股市 我个人是比较比较谨慎的 我个人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我 我一直在反复强调 我个人是在等待 每股第二只脚下来的 我现在还在等待 我现在还在等待 我个人的作风呢 是比较老派一点的 所以呢 我个人就还是在等 刚刚这边还有朋友在问 基建股啊 基建股的话呢 我看因为我们公司团队呢 也有一直在推荐 一直有在推荐这个基建股 那从基本面来说呢 基建股呢是没有问题的 基建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机会 都看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可能啊 基建股是不是就已经走过一波了 对吧 可能已经走过一波了 还有就是那大家呢 要谨慎选择 对于一个6000股 对吧 已经反弹到6000点的澳股 大家呢 可能还是要偏保守一点 偏保守一点 接下来我看啊 哦 现在呢 这边有朋友 然后推荐 我问这个黄金股 是不是可以继续的追进呢 那因为我个人的预期呢 是说黄金对吧 最近呢 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向下一点的压力 或者波动一点 但是呢 我现在的建议说 大家对于黄金股 可以利用一个分批建仓 分批建仓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 假设NCM对吧 跌到30 我买一点 我买200股对吧 我根据我的资金量 我买200股 我买500股 那如果说它跌到28 对吧 或者26 我再买500股 对吧 当然现在就是一个清仓 因为我觉得黄金可能 可能会面临一波往下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波回调吧 可能把一帮人可能会扫走 对吧 我是 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本人是在28块钱 持买录的NCM 我现在有NCM的一个持仓 这边有位朋友问这个APT 就是Afterpay Afterpay对吧 我看因为已经突破50多了 对吧 突破50多了 我实际上也有表达我这个态度 那因为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大涨 对吧 因为美国科技股大涨的一个带动 对吧 因为腾讯的一个路股 对吧 因为 这个Afterpay 然后被加入了名胜 对吧 名胜澳大利亚的一个股指 一个股指 一个一个把它加入进来 对吧 所以呢 这几个消息的提振之下 对吧 我觉得现在的APT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凶猛的一个涨幅 如果大家 对吧 要追高 还是建议 以比较轻的一个仓位 去追高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有的话呢 我的建议是 大家可以考虑 适时进行一个减仓 对吧 适时进行一个减仓 好 我继续往下看呢 刚刚这边有一位朋友问 澳洲大盘 澳洲大盘会掉头吗 因为我个人讲说 我在等美股的一个 我在等美股的一个 对吧 一个第二只脚踩下来 或是美股的一个回调 我个人觉得 是会的 我个人觉得是会的 对吧 在于你说 什么时候 这个就特别难预料 那我之所以讲到这里的 对吧 给我发表这个观点 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说 大家不要轻易冲进去做空 对吧 当然大家的追涨 股指的一个追涨操作呢 肯定也不是特别的建议 贸贸然进去做这个 做空的动作呢 也不是特别建议 大家如果要操作 对吧 大家可以追涨股票 以轻仓做这个 追涨股票的一个动作 但是对吧 一定要轻仓 一定要轻仓 这波行情 我觉得上蹿下跳 说实话 很难把握 很难把握 好 我看下边一个问题啊 刚刚这边有一位 有一位朋友问 对吧 然后这个黄金存不存在 到1600以下的 这个可能性啊 我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的 但是呢 我因为考虑到 对吧 考虑到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可能呢 就不会说是 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可能 1600的话 是不是对吧 我会 我怕让大家 产生一个比较 悲观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存在 这个可能的 存在这个可能的 因为上 因为上一次 我发表了 对吧 黄金极度看好的 观点之后 我看到的情况是 有的客户 跟有的朋友 对吧 然后就会选择 去做多了 这个黄金 对吧 我还是建议 如果要做多 大家 以一个比较小的仓位 大家一定要设好 这个止损 对吧 如果黄金 这一波 对吧 打去 1650 对吧 刚刚说到 1680 1650 是比较关键的价格 往下的话 对吧 如果甚至到 1600 我相信 市场上会死一帮人的 市场上会死一批人的 但是呢 对吧 黄金中长期 是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要去 做这个黄金 对吧 一定要清仓 对吧 设好这个止损 设好止损 那我个人呢 是不建议 对吧 大家贸贸然冲进去做空 对吧 我本人有黄金股 但是现在呢 暂时没有黄金的 这么样一个 一个期货 这样一个现货的产品 如果黄金跌破 1600 我个人会选择建仓 建仓黄金 对吧 我个人会选择 这个样子建仓 我继续往上看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这边有一位朋友 问这个澳美的走势 我刚刚实际上 在这个网课当中 我有讲到说 我有讲到说 澳元对美元 看空的观点 我个人还是 还是持有这个观点的 暂时呢 也还没有变 如果我有变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对吧 通过我的方式 通过公司的这个平台 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因为我个人呢 之前是有这个 澳元对美元的空仓的 但是这一波上涨呢 我的 我的仓位 被打到了这个止损呢 所以我现在呢 暂时就是没有 但是没有这个 澳美的这样的一个仓位了 但是没有澳美的一个仓位了 但是看空的观点是不变的 对于澳美这个货币 我看空的观点是不变的 而且我下期节目当中 我会着重来讲 澳元对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继续往这边看啊 好 我看这边就是 还有朋友来问这个均线 跟那个黄金分割啊 黄军分割 然后怎么样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交易指标啊 相对来说呢 就是因为我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嘛 对吧 然后可能呢 如果大家还有这个需要的话呢 我会再 找时间单独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里呢 再快速演示一下 这个黄金分割的一个画法 对吧 那这里呢 还是一个 欧元对美元的一个产品 对吧 实际上黄金分割呢 不管对于 没 不管对于外汇来说 还是股票来说 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用的 都是比较好用的 那我这边呢 我再展示一下 这边 这边 黄金分割了 黄金分割在这里 我再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现在用的呢 是MT5的一个平台 是MT5的一个平台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去 左上角的第三项 对吧 选择这里 然后再选择插路 对吧 选择插路 插路这边呢 然后选第二项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 Fibonacci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黄金分割了 黄金分割之后呢 然后选择这一项 选择这一项之后呢 如果因为欧元对美元 在这个趋势当中的 一个大的趋势当中 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所以我这边画的时候 我会选择 从上边下手 然后往下拉 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吧 下边呢 我这边 最后下边这条线 对准 最底下 最底下的这个价格 然后上边的 对齐上边的这样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的 这样一条线 这样的很多线 对吧 这叫黄金分割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线呢 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 支撑线 或者是阻力线来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价格 对吧 大概有打到这里的附近 对吧 大概有打到这里的附近 这个样子 好 这里呢 还有一位朋友问 这个CSL啊 CSL实际上呢 我一直有推荐的 对吧 那但是呢 还是这个问题 还是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大盘的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这个CSL 大家可以小仓 对吧 小额的建仓 然后但是不适合大家轻易的一个追涨 好吧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 今天的网课 对吧 今天的网课先跟大家 沟通到这里 对吧 如果再晚呢 我怕就赶不上最后一班的二路公共汽车了 我现在是在公司做的这个节目 我还要往家走 对吧 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